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天又能够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些近日发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 香港出路网上电台的节目的目的 是希望为香港寻找一条出路 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我们不希望只是和大家一起大事批评 政府、某机构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都不好 大家发誓一番就算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讨论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密 最后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以及建议我们每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以能够做些什么呢 简单来说 如果你是特首或者各位负责人 在当时的处境 你会怎样处理那件事 那我们今晚的题目呢 可能跟我们一向的标题有些是不同的 那我们就会讲一下 我发现原来香港最不民主的 竟然是香港的民主派或者民主党 我亦都给我最近体验得到 他们是挂着民主的招牌 其实所做的事是完全是一种不民主的 独裁的机构所做的事 那为什么我有这样想呢 那大家都知道啦 那七月一日啦 我们香港每年的游行啦 那其实过去那么多年来呢 有很多不同的团体呢 都是趁这个机会呢 就是申诉一下对香港的要求 或者对政府的要求的 那大家都知道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四月十七号呢 我就决定了参选啦 那大家都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时刻呢 就是走出去 好似我们过往这么多年 每年都会做的 就大家齐呢 就是趁已经举办了的节日里面呢 是做我们的大游行啦 那当时呢 我们都有成过一千人的 那据我们的所知呢 其实呢 这个这样的阵容的规模呢 可以说香港历史上呢 很少的 很少有的 这么大的规模的 那大家都很开心啦 是不是 那就是我们都可以做到 我们香港人一向都推揚的 要大家要参与呀 普选呀 那当时呢 都有成五个传媒的报纸呢 是在那个游行之中呢 是跟我做些访问的 那我也都讲了 不同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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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的资料给他们啦 那跟着呢 就大天呢 就很多报章有些报道的 那看了这些报道之后呢 我就突然之间觉得 就是呱一呱 在五个访问我们的的传媒里面啦 那只是有四个就有些东西写啦 那所写的东西呢 跟我们认为一般传媒应该着重的地方呢 是完全都是不同的 那还有呢 很有趣哦 我当时呢 被访问的时候呢 那很多记者呢 都会给张卡片给我的 那我最后发现呢 就原来写文章的那个人呢 和那个访问那个人呢 是完全有不同的人来的 那大家都都看到啦 那我其中有一样发现得到呢 在那个苹果的日报里面呢 就有一个标题呢 就是七一秋水王 那样哦 我们参选了 那样 初初看完之后 我都不以为宜 我都不知道他 他是想说什么的 那样 那看一看一看一看 其实我看完文章 我都不是很了解的 那跟着有人告诉你呢 秋水王的意思就是 是有人呢 是趁这个游行呢 是乘机 就是拿人便宜的那样 那样 那跟着呢 在另外的报纸呢 竟然有人提出呢 就 我们很多这些 参加油行的团体的人呢 其实呢 就是 利用了别人的主办机构 那些资源呢 是做我们自己要做的事 那应该呢 是大家呢 应该是给钱的 我相信 我参加游行 那么多言以来 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件事 我突然之间觉得 哇 什么意思呀 要留下 买路钱呀 那 给钱给谁呢 那其实这件事 都令到我突然之间 有一种感觉 因为我过去 我们当时 参加游行的时候 黄岳仁也有跟我说的 是 不如自己搞吧 那样 我们可以搞得好好的 自己申请 那当时我都觉得 有没有搞错呀 人家已经没有人弄好了 那每人都是这样去的啦 那不用自己搞呢 那么浪费时间 那 跟着 经过这件事之后呢 看到各方面的报道 你也看到呢 他们所关注的呢 是完全呢 不是我们参选的理念 为什么我们有些什么 可以为香港做 那整个过程里面呢 都是问问你 啊 你今次人那么多 成千人喔 那样 那用很多钱的喔 那你的钱在哪里 有没有人知道你啊 是啊 我真的很想问一下啦 因为呢 因为呢 我看到 网上呢 有很多人呢 说 袁医生你的资金来源 是大陆的 不知名的资金啊 啊 很多 网上有些这么说的 是啊 是啊 我都被人问 你真的被人问 是啊 有人提出来 我 我提出来 就是中国大陆 有神秘夫后 资助你啊 哈哈 那不是陈振聪 那 另一个 那我就 我想问一下 如果他有夫后资助 我们烧了 就不要去麦当劳啦 哈哈 你没法不用去三思吃 吃个沙律就算了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听到之后 我都 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笑了起来 我说 为什么这么有趣 我想都没想过 其实真的有没有秘密资助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不要怜我啊 哈哈哈哈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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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啦 一百多人 香港地 香港地 有十几十个啊 一百多人 其实很少 其实当时 那些传媒有问我的 那他说 你这些这么大的阵容 你知不知道 竞选经费要算进去 那我 我说是吗 那就算进去 就是需要 我们不会做些犯法的事 那他又问你 那你有没有人捐钱给你啊 那其实事实上 是从来没有人捐钱给我 我也从来没有问人拿钱的 我解释给你 如果我认为 要值得做的事 我自己能力做得到 我便去做咯 是吧 那在说多少钱 我认为是 我认为都是几十万 那我记得 我几个月前 做了一个 很不智的投资 人家叫我投资 之后 一百万没有了 我想 如果一百万 可以被这些 所谓的大鱷 吃了的 这是我宁愿 一百万 做这些更加有意的事 所以那件事 也都看到我 令到我 想起了 其实我们真的值得 去做些事 我自己有能力 是应该去自己做的 当然了 如果大家是 找些帮助我们 或者人力方面 或者帮人推动 或者是 捐钱 我们不会拒绝 但我觉得 如果我能够自己做得 我 不需要去求人去做事 但当然了 最后最后 我都要香港人了解到 最后最后 要香港改变 真的不是我一个人 去帮你做的 是真的希望大家去参与 好了 有一件事 我想说 你要知道 传媒的现象 他们就是去 报道的时候 他们会很着重 钱 很着重一些 令到香港人 觉得关心的 一些好奇性 很强的东西 就是 例如说 有些数目债人马 钱从哪里来 因为这些是属于隐私的一部分 他们真的 就是 你要令到 读者有兴趣 他们就是要 报道这些东西 还有 有一件事就是 因为 你在整个阵营之中 他们不视为 你唯一部分 他们视你为 一些边缘化的 一些人选 然后他们只会 报道一些主流的人 就是主流的人 所以 在那个 立场上面 他们就会觉得 你这样出来 就叫做 这些叫做 抽水 即是说 你借着这个机会 去 去 为自己 去拿着素 和主题不符 他觉得和主题不符 但 其实 说真的 七一 究竟有没有一个 很明确的主题 其实 百花齐放 是 人家可以 法轮功 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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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宣布参选 他们就说 这些叫做抽水 这些明显地 有 多重标准 不是双重标准 那么简单 周周周 你说他针对我一个边缘的人 就当他是 虽然我自然了解 我是首位一指 我是龙潭大哥 但是 他还有指向何秀兰 何秀兰呢 就是做了六年直选 直选的 是 那你不要当他新人 他再出来 选 即是天空地道 上次输百多票 被人海河 是的 那他抽什么水 那就奇怪 就是 他是正常地 一定 万众期待 他一定会再选 的人来的 那抽什么水 那他选 当然要出来见人的了 那他就要说 那他有些相片 拍到 那些 几个人在打鼓 那些是怎样的 那些不是收水干嘛 那些 那些 那些人每人都是这样的 他跟党那几件事 站着 那些人打鼓 干嘛 他在卖笑 不是要收水 不是要想 是 是不是 那些就是对的 那些人都知道他玩 即是选举的 那些还不是收水 那些才是收水 就是他利用的 医生你都未是百万一百元定 你准备去 是不是 那我现在 准备去 这个战役之后 我们当然要去 是不是 国籍都放你了 警告做怪那些人 摆明 摆明 那些人说明 即是说 公民党四大新星 他是选 那些名单都出了 他们那些 那些不是抽水 老实说 你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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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大布商 其实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都跪了 变成每一样东西都是这样 尤其是 如果切斗粉今晚的主题 尤其是民主派里面的 所谓泛民里面的人 其实这种心理很重要的 他说山头主义 他们觉得 这个东西是我的就是我的了 即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即是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究竟七一 是我来做些什么的 是有个什么的主题 七一基本上是没有主题的 据我所知 即是 你认为香港有些什么 应该要说的 你就是在那天 有行说出来的 即是 根据这个民阵的前朝乘人 解释你听 七一的确是没有主题 即是 即是 你就是当年 即是 支联会 支联会 就说 回归前 哎呀 7月1号搞游行 看看你是不是第一天 就抓人 那天是六月不去行的 支联会就 安排了就是 民主回归 民主回归 大游行 其实就好像六四这样的 即是说 七月1号出来走 就争取民主 不单香港争取民主 可能中国都应该争取民主 他有个这样的意思 掛了之后 每年六四七一都是有的 没有那么多人 是 是 03年那次七一 当时就有个民阵 成立了 这个民阵 就是民间人权阵 应该是 02年 即是中 搞出来的 嗯 就因为有这个新的组织 即是他们想有个民间的 platform 去搞人权的 即是那些另类一些人权 即是性公育者 那些 就变成了他的那些活约人士 应该是那一年交给他 应该是那一年交给他 但那一年就适逢这个 即是大件事 三十市 天路人怨 其实没有遇到那一年那么热闹 但那一年就出奇地 就走了几十万人出来 还有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 基本上是因为那些人太辛苦 还有三十市 二十三条 在02年的12月15日 搞那一次旅行 那几万而已 但那次六万人 其实都已经创了香港历史了 即是开始了 创了 我创不到 历史是在支联会 百几万人试过的 即是多过六四 多过七一 八九年的六四 但是呢 无论如何 即是呢 自此之后呢 这几年变成七一 就好像很重要 那我们一数 03年的七一 就说五十万 04年其实没有了 03年七一应该多过五十万 04年七一就不够 不过就 嘩到有五十万 嗯嗯嗯 作大了 那到05年呢 就设计了几万而已 是 06年就 我是接责人 我有份 好像是多一些 十万八万 那到07 即是去年呢 又是少的 是 都是几万 那这几年呢 民阵的安排呢 就是呢 各有各 基本上就是 因为七一的传统 都是各有各 即是任何议题都可以拿出来的 是 是 即是大会呢 每年都安排一两个特色的人 有一年就安排老人 有一年安排年轻人 一年就安排工人 有一年安排一些 性小畅 什么彩虹那些 那些 即是有一年就野起明江社好不满 啊 即是每一次有个 全体造成 今年都是勞工团体 今年勞工团体 即是行头 是 抗拒政治人物行头 但政治人物向来是highjack的 包括06年的时候 陈方安心突然走出来 就想塞在头上 那里面就打架了 结果就说 他一个普通市民 又不安排保安 等等 有很多是非的 有兴趣就 email问我 不过 那我们今天都应该知道一下 因为我真的不太懂 基本上呢 你主办的主要是民间人权 那什么都 你说 如果你说一个民间的游行 最不应该就是政治人物出现的 你那些人在那里埋笑 为什么呢 每个人在那里玩花样 为什么呢 哪里有利用 每个职业都可以利用 是呀 是呀 反正每个人利用 没所谓是哪一个 那他们起码是参与我们的选举 那一个 你行得那条队 那你就跟了大会的基本原则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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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之下呢 就各自精彩的嘛 历年都是这样 一向都是这样的 你喜欢唱歌跳舞是可以的 那算啦 即是适逢选举 连这个苹果日报 就 明明要做王 那我已经 是呀 是呀 有些报纸开始 勁抽这个黎智英 就说他 想在一辈做King Maker 就控制香港的民主派 就是你看看他们日日 每一日都 都 都写一篇东西出来 他怎样去想陈方康生出来选 你就知道了 不过最后陈方康生也没有出来选 是 我有个朋友 原来我个人来的 那他也是陈方康生 是他的邻居来的 那他有一次跟他聊起来 都发觉他已经对 那个香港的立法会那边 都其实都是有点微言 他觉得自己真是很挥时间 没什么做得的 那他就是当时他已经跟我说 他根本陈方康生 是不是很想做的 嗯 那跟着呢 你也看到了 苹果猛烧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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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烈 所以呢 逢真一见到民主派的筹款 我一定过去扔一百元的 除非当时可能不是很方便 走进去 我从来都不问的 就是我 但是今次之后呢 我真的 真的 真是跌了眼镜 啊 还有呢 也好的 会不会太迟的 那我又无意之间 跟一个病人聊起来 他就说了一样 原来他爸爸呢 是在西环区呢 都挺有关系的 他说祖然呢 是曾经帮民主派呢 是助选好 就是助选好 他一言之后呢 他就立刻认识他们的真面目呢 以后都不帮他 那这个是他 因为我这样说 是吧 我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才说回这个事件给我听 我不是 就是很多人就 公众人物 很多名声都是 很多人有种 根据形象去崇拜的 习惯的 很多人是喜欢崇拜的 要找些东西崇拜 其实都不是的 因为公众人物 他的公众形象 和真人的形象 那肯定生很远 就是有分别在的 就是 你认识男生 认识女生 一样 这次我也是第一次 他说 形象就是 你自己想如何投射到他 就是民主派的 那些形象是让你投射 理想 这些 黄山素姬 但是呢 虽然当然不是 是吧 我们认识那些人 做两做就先 在某程度上 香港的泛民主派 他们就佔据著所谓的道德高地 才有过这样的平台 因为他们从地区工作好 从意识形态好 其实他们都是没有 基本的 都是很差的 老实说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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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这些人 做戏的那些人 我已经写过敏则讯他们 六四的时候 你在哪里 就是可以 公民党那些人在哪里 可以说 他们是利用了市民 在八九年之后 对于 中国共产党那种恐惧的情绪 是 是 包括将它转化为 所谓叫做 争取普选 是 其实他们都是一路这样 去用那个策略就是 如果 你要 就是 不想 我们走中国共产党那一阶 你就去选我 是 这样的心态 如果要找抽水 就是 余若薇这班人 真的抽水 因为呢 民主党呢 叫八九年出来 搞了黄雀行动 拯救国内民 冒了个险 出来对着干 八九年是这样 到 有几个重要时刻 彭定康尼 九五年 回归了 又是一个敏感时刻 那时候刺激了很多人 起来 参政 再早些 八四年 八四年我问一下 谭家杰你在做什么呢 挂着考试 做律师 我已经出来走了 是不是 那你做什么呢 那时候 我没有你那么厉害 现在有人报你 千禧年之后 共产党都已经 改洗心革面 就不要说了 基本上 他们已经 发财立品 现在扮斯文 你们这么安全 当然出来 那你欠什么民主 哪有危险 现在出来欠民主 是不是 我们那些叫做 不知怎样的 说不是 不是 有危险 所以现在我质问他们 你们不是收税吗 当年看着余若薇 站在那里 没人理的 那些关注组 他不是靠7一系列 派一派 派一派 你给我照片 我看看当时你有多少群种 你不也是这么 有场上 现在冷了 那些人是你的 我當年看著7.1遊行的時候,這班人剛剛出來的 另外尤其是公民黨在某程度上不是賣當年的六四情結 因為他們第一次上台拋開六四包袱,黨主席關上基教授第一句說拋開他們 他們買的就是西化的生活,他們整班人擺出來,你感覺到他們完全想維持以前的殖民地時代 他們那班人某程度上拋出來是有些分別的,但同時據我所知,我自己跟他們的關係都頗為密切 他們裏面內部的問題就很多,他們完全沒有他們自己的意識形態 他們根本沒有東西可以維繫,除了靠票 例如說吸引一些年輕人,他們是最功利的年輕人 你上選舉,你問問你為什麼要出來,覺得社會不公平,要揮勞勞工 那些人去了好窮的組織,有囂張勞勞工 但你說我去了公民黨,那就恭喜,這些一定是富貴人話來的 起碼不是富貴,心裏面是想富貴,不然就不會靠去 你問那班人做過的筆,就是這幾年 但選民之所以選公民黨,是因為他當年有四個大狀 他是所謂叫做捍衛香港的一個叫核心價值 那個人叫做法治 那法治是很重要的,香港來說 有別於大陸的另一陣 根據醫生的政方,你要捍衛法治 首先要殺了自己的專業 這班大徵首先要攻擊自己的專業 大家都知道,那一段法治都是由香港法律系的講師幫我 是撿出來的,那這個問題我很了解的 我知道,因為我自己親身經歷過這些掃純的事件 不是一次兩次都幾次的 我感覺是有問題的,但怎麼改呢 但都想一下,我最初覺得是,因為打官司 其實我經常打官司有幾種方法 一種就是看事實,一種就是看程序 我經常覺得,我體會到一件事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發現,為什麼有些律師 經常打贏,明知那個人有罪都會打贏 因為我們法律上有一種所謂叫做程序的官司 我覺得這是真的被這些律師利用來炒賣自己的身家 因為他真的可以玩得很熟 我曾經有一次,我自己打官司的時候 有我們的律師曾經說過 原來香港曾經有一本書的作者 好像是紐西蘭人的 他說那本書是個天書來的 你看到這本書之後,沒有人敢跟他打 他說他打你贏,我呆了,我說法律的東西 不是說誰打得厲害就一定贏的 他給我印象,覺得我們真的有很大的問題 當時我想要簡化他 怎樣簡化呢,問題是怎樣呢 就很高興,黃岸然看到這方面 幫他執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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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執到這方面的 解決方案是很確實的 也都看到了公民黨 或者重新提一提,我們在這方面講些什麼呢 就是我們在表面上,我們都說了 香港就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但是我們都成了一種錯覺 以為法治的社會一定是公平的社會 其實不一定的 這個我在讀書的時候 我們在法律學教授都講過的 但是最大的問題呢 我們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每人都有使用法律的懲罪 但問題呢就是,在香港的環境 是沒有什麼人afford得到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的人,就算有錢也好 都覺得是不值得的 就是說這些空談的法治 根本是一個空談 是為一些真的錢多到離譜 或者他需要一些很高價的律師 去幫他玩這個遊戲的 所以這根本是完全 一點都不公正的法治的步驟 黃岸然立即提出了 其實我們的問題在哪處可以解決 你出到研討會記得質問一下余樂眉 就是你收費這麼貴 哪有法治的 你的法治是一百萬還是兩百萬 收費貴不貴都是一個其次 而是呢 其他律師不可以在香港 代表其他人 保護主義 就是如果是 你收費多貴不重要的 就是自己鬥 我從來不反對別人收得貴 如果你有這樣的能力去收貴 你是應該收貴的 是 但現在其實不是 如果一開放公平競爭的話 他一定收不到貴 所以是 其實所有專業都看到這個問題 好像醫生的行業 其實全世界醫生都在讀同一樣的書 做的東西同一樣東西 以前我也跟你說過 醫生的費用最高在哪裏 在香港和美國 美國的紐約市 這個可以跟香港醫生 是比美的那些收費的 其實所有其他國家的醫生 做同樣的東西 根本他的收入是可以很低的 我相信英國的醫生 是香港醫生的三分之一 在歐洲來說 醫生費用最低可能是 Belgium的地方 我曾經有一個蘇聯的朋友來香港 他的太太是西醫來的 他說真的我很羞恥 告訴你 我們在蘇聯做西醫 那個人工每個月是一百元美金 好 大家休息一下 我們可以繼續聊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打電話來 我們封閉電話是 2134-1134 2134-1134 或者ICQ 439-457-249 ICQ 439-457-249 好 休息片刻我們會回來 繼續 哎呀 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哇 這麼好嗎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3W.H-E-A-L-T-H-S-H-O-P.com.h-k 好啦 那我們回來繼續今晚的講題 最不民主的民主派 掛民主 就賣獨裁 好 其實我覺得這個現象 你今天看到這個現象 是因為它一路以為 例如八九年至今時今日 接近二十年那個進城 它是 即是 即是 在這二十年來講 那個民主進程來講 是 它們是逐漸在形成一些 所謂叫主流的意見 嗯 然後 加上它們還有 譬如說有些傳媒 幫它們 即是運用它們的影響力 去發揮它們的影響力 去 即是 每一次都是這樣去 所謂的人數 利用香港人的心態 即是那種恐共 或者利用那種 對於 即是它們未必是對於民主那種渴望 但問題是 他們真是很 害怕 所謂叫做 共產黨以前 這樣 然後去 利用那種心態 然後一路以來 他們是 變了 他們是 即是自己有自己的意見 然後很多時候 譬如說 好像 譬如說很多主持人這樣講 你一跟他有所謂的不同意見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說 你夠膽就跟我辯論 即是 這一種 即那種所謂的辯論 不是真理越辯越明 很多時候是聲大甲惡 所以你才會覺得 這個時候會有些 所謂的最不民主的民主派 這件事出現 還有一些傳媒 即是有些名嘴 還有一些所謂的大型的傳媒機構 大家都知道哪間的 這些都會去組 所以你才會覺得是這樣 其實這種情況 其實我也聽過一下 但我以前可能 即是我們民主的心態很強 我相信香港人很多都是這樣 但今次我估不到 我相信它是第一次 這些要人抽水 說人家什麼 這些要給人買路錢 我相信今次 真的是全香港有史來 第一次有這些意見提出來 好了 有人都提出了 你說給錢 那給誰錢 即如果我們要給錢 我們給誰呢 給什麼團體呢 多少錢呢 怎麼計呢 我看到何秀蘭很有趣 她說OK 我會的 我當侄籌到多少錢 我好像給你10% 就像耶穌基督那種方法 她的買銷要不要給呢 她要給四份 她要給幾份 是呀 還要計下她的報紙廣告 提理就很少字 提理就很多 有張照片 這些要計的 當上廣告 那給哪個錢呢 給哪個機構呢 我當然是 民陣不敢收錢的 為什麼 民陣是非法組織 什麼意思 沒有社團註冊 又沒有公司註冊 純粹是一個大家坐在一起 叫做組織 這樣的東西 她的account都是 即是 民陣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代收 哦 即是你這次捐錢是捐第二個 請職員就要由 這個交通公約服務處幫他請 是的 是很怪異的 基本上就是一個 我相信香港人 你只是問一個 叫做組織 怎麼問人收錢呢 所以阿孔寧願就是 我研究一下 我研究一下 說不出究竟怎樣 其實這個多鬼魚 這些是找事講的 但也沒有什麼需要理會他 包你不用給 醫生放心 我覺得 原來給不給一個問題 他提出這些意識 令我很詫異 我開始了解 過去很多人在民主黨裡 都可能參與過他們的一段時間 最後都一個個離開 亦都聽過很多的說法 即是他們裏面很多的老臣子 霸著不肯提提的那些 簡單就當黑社會就對了 即裏面那套東西 那套關係 那些文化 跟黑社會差不多 其實他們不是說 醫生 你們可能會覺得 他們這次才會用這些負面的標題 我以為我這次是第一次 其實這些是他們一直用的手法 大家試想像一下 為何上屆選舉 何秀蘭 會在帳尾會輸了 明明個勢很好的 然後大家說 要保住李柱銘 然後犧牲了何秀蘭 最重要的是 你是不是屬於主流那一派 而不是說 你究竟是 講的東西 或者做的東西 對不對 你符不符合他的心意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即是他們來說 即是他們說 保住民主派的四席 是吧 他們就這樣數出來 就是現在參選 你看曾建成 即是何時開始 保吊他了 是吧 六四那一人出來 九五年代 那你老微那一人去哪呢 一根本不知道在哪 為何他沒有份 要給你呢 那你又有病 你不要做 不要做 叫牛代替你 為何不行呢 為何你不做 陳太太不做 那些不是民主派 你幫他 等他上位 行不行呢 人家這麼辛苦 搞個大雨電波 冒險 拘捕 那些真人拳 不是你那些 縮髮又成這樣 穿到 閉火那麼漂亮 又有自治 那些中產都喜歡 那你們這些精英呢 精英那麼多 做甚麼呢 香港那麼多精英 何時輪到你呢 黃安爺 其實你要想想另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 不只是主流派 這幫民主派是這樣 其實 他們有這樣的能力 去 甚至有這些傳媒去操控 其實是 香港普遍的市民 民主意識薄弱 才會令到這樣的情形發生 他們要掃諸代議事 所謂捍衛民主 是 這一種變了質的民主 即是 在所謂叫做開放 譬如說要普選的路途上面 還要說 我講的所謂普選 那一個前提 才是代表最好的 最有代表性的 的民主 是的 否則你就不民主了 如果不是你 譬如說 醫生你所寫的 你說 2017年 你說 如果中央不普選 那你就第一個上街 他會覺得 咦 為甚麼你不提2012 是 就這樣 有個婆 有個婆 最有名的那個婆 第一個 今年1月13日前兩天 1月11日出了一篇文 就說 2017都殺了 2012不行 是 他 最初說不選 這個婆 最後那句說話 大家 我們一定要爭 如果不是2017 2020 都沒有 是 是 編文的頭 就說 我們堅持2012 編文的尾 就說 我們得到2017 是吧 很矛盾 這個婆婆 都會甚麼 醫生你好像說了一句 人家 然後就說 嘩 好像不是很清楚 說你不是很清楚 我告訴你 其實呢 我一直以來 都跟 壹傳媒 壹週刊 裡面 都有一群年輕人 大家都有交談 在很多情況之下 大家都 都同意 有一些方向 但是好笑 這次我跟他說 我參選 他都很客氣 請我去 跟我聊聊天 但是他給我一個很清晰的立場 他就問你 你對普選怎麼看 我一向的立場都認為 香港的問題 就不只是說普選可以解決得到 真正的民主 就不只是靠選舉的民主 真正有效的民主 是參與民主的 我跟他說 其實香港有足夠的自由度 香港始終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是有足夠的安全的空間 是讓你為香港做些事的 那換句話來說 我不是死牛一面鏡 沒有普選 就不行 不是立刻沒有選 就不行 我是這麼簡單的立場 他說 我們不會支持你 就這麼簡單 好了 在遊行裡面 他再來試我 給你一個咪 你到底會否普選 我從頭到尾 我都希望有普選 但我仍然堅持 要香港好 不是一定要等普選 才可以做得事 要香港好 你們是隨時可以參與 真正有效的民主 是參與的民主 不是只是選舉的民主 其實很簡單聽 很簡單博一句 難道我一定要有普選才有好日子過嗎 糟了 如果2017 2020 或2023 都沒有普選 那我還要捱捉 十幾二十年的不好日子 不是 你要普選 我說普選的日子應該是昨天 唉 說完了 你跟我說什麼 你們什麼立場 我一向都說馬上 立普選 立普選日子應該是2007年 沒錯 因為根據《基本法》 是關到那一天的 基本法的附件說 即是安排了頭兩屆選舉 是怎樣選的 即是特首選舉 是安排到2007年 即是昨年 之後會是恐白的 所以大家爭不了 就已經是失敗 是吧 爭不了就是你們失敗 你們大哥 你現在還來問我 什麼時候 是吧 那我就一起什麼 不要參加2017 不要參加那些召法會 就上街了 明天就要改基本法即選 為什麼不即選 我一向贊成應該即選 什麼時候都可以改基本法 跟著就選 政權近來那麼差 又被人說不要 不如就立即三倍又選 老實說 其實他整個民主派 所謂爭取普選 那樣東西 首先他們定調 就是普選是萬名單 其實是本末倒置 某程度上 他們自己本身不去爭取一個更好的制度 而他們這樣搞 而且他們本身不培養人才下面的人 只是懂得玩 以及玩他們內部的鬥爭 另一件事 其實他們所謂爭取民主 到現在為止 就永遠都在拖 其實他們某程度上 很大程度上 所謂爭取民主 爭取普選這方面 其實已經失敗了 由03年開始講到現在 是 毫無寸進 這班人 這班人是什麽人來的呢 這班人 你要知道 香港 所謂民主派 或者反對派 他是一個 不成熟的 政治制度環境之下長大 即是他出生 然後他現在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你都不會被人看得 有一套成熟的感覺 是 你發覺有很多事情 他們只是 譬如說很多時候 給一個工作的印象就是 他們馬上說民主 只會說民主就是好事 但問題可以說 他們有沒有做 在這方面 他們有沒有像外國那樣 有一個成熟的反對黨 有什麼機制 去讓人看得到 我 不反對你這件事 我想怎樣 你有沒有讓人有這樣的感覺 醫生 到你選的時候 如果老微問你這些 暗示你為何要2017 你說呢 余大長 你爭取0708 失敗了 如果你肯 搬割這個選舉 上街 不要再參選 那你就有資格還我 你爭取0708 爭取不到 12又爭取不到 17都說爭取 你繼續在這裏 你還在這裏 你已經失敗了 為何你還參選 我很欣賞你 你一定要爭取0708 喊到大聲 上次選舉 他說0708 你爭取不到 爭取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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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得很清楚 由頭到尾 香港是有自由的空間 讓你實行真正的參與民主 我每天都在做 做了很多年 我們不只是空談 因為選舉 普選普選 其實真正的民主 我一直都在做 真正民主 那些人就是我們這些人 我們沒有口號 我們說很實務 真正的民主 在我以前讀大學的時候 你已經體驗過 在這些所謂的市場 有些什麼事 大家一起討論 去商量 這就是真正有效的民主 所以你說真正民主的人 就是我們這些人 你問多一句 真正民主 見到六四 要出來繼續 永遠爭取 就不是叫人放下包袱 你們貴黨那些 就不是真正民主 他們這樣說 是 是 記得提醒他 真正民主 見到不義的時候 要走出來 你不能叫人放下包袱 我們當然要追究到底 追究不到一件事 起碼你不要自己說 放下他 你貴黨就放下他們 就無法支持港民主 這不是參與民主 是吧 是 他這些參與 撈取 鬧取 政治游水 他這些叫做 他這些真是抽水 游抽水 他這些真是抽水 這個字 我現在才突然知道 才明白 說來的 普選不止他們 還有 文建連接最有誠信 蔡素玉 他說0708 香港這個環境 如果我用亞洲地區來看 其實他整個 整班人就是 柴娃娃地去搞一些東西出來 我喜歡 拿一些政治的歷史出來說 你當年台灣黨外那時候 整個選舉系統 他們很有系統 而他們的人才也是 背出 到後來能夠執政 當然香港沒有一個遠景空間執政 就是 香港那些 所謂的政治組織已經發展了二十幾年 反過來現在其實是倒退的 到你說 你當年民主 不是 不是 他們經常說沒有民主就沒有事情做 醫生你記得問他 沒有民主呢 香港還有很多事情做 你們就不要常說有民主就解決問題 如果你沒有民主的情況 你們都要做事的 是不是 不是說要退休的 沒有民主就沒有事情做 我就不做了 不玩了 沒有人就不玩了 不要被人有這樣的錯過 我覺得 但是問題是 你有沒有一個這樣的 成熟的政黨去配合這套機制呢 去有一個真的好像外國那些 反對黨那樣準備執政呢 你準備執政 你真的要準備好多事情 你想想外國那些政黨 做些什麼政策研究啊 就是每一個部門 他們的分工很仔細 而且真的很成熟 就是不像香港那樣 只是一個議題 然後你上街 或者有事要找民主黨 但是找得來做什麼呢 口號放上 幸好還要公民黨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什麼好 你告訴我 有什麼好先 我大概 好像 一言言到 我遇到一位 瑞士的朋友 女性來的 在香港住了很久 她就跟我說起香港民主那裡 她說了一句話 她說 李柱銘這些人 根本就是借民主的口號來騙香港人 她說香港人根本還未成熟 哇 我呆了 我聽一下 什麼意思 香港人很成熟 你知不知道這次民調 只有4.7 所以她不出來選 香港人是很成熟的 你的朋友都是看輕了 香港人 那她跟著說呢 我告訴你香港人多厲害 你想一下 如果把七一的遊行 放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 那麼多人一起上街 一定是結果是暴亂收場 香港是完全是好 但是香港好東西 連垃圾都沒有那下厲害 你想一下 香港人真的很擅長 而且真的是一個很聰明的民族 還有一件事 你看看七一 他們現在來說 有多少人是正黨帶他們出來走 他們出來走 其實很多時候香港人 正如很多人都說過 他們是走在政黨的前面 他們不用你帶他們走 所以我覺得香港人 是有足夠的成熟程度 做任何的事 起碼看美國 美國就只有兩個黨派 很多人都看到那個問題 但是你看看香港 是很多獨立人走出來 很多獨立的人選走出來 還有一件事 我這麼久都感覺到 我們去到整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是有成過千人 幫我們不斷向圖人 派我們的政綱 我們的政綱是很詳細 很完整 全面看出香港問題的重心在哪裏 還有你想一下 你當你組織香港更好的行動的時候 是 不同各行各業的人 都來幫你的 是 而且他們不只各行各業 還有專業的技能 還有你發覺 不用怎麼合 你說的 自然 這班人都會合 我告訴你 這裏世界 沒有幾個地方可以香港人這麼厲害 如果你在中國 我在中國開廠 我知道 只是做了一件事 都要由頭教 逐漲逐漲跟他們執 在香港才可以有這個能耐 所以你想一下 現在這班人 都想欺騙香港人 譬如曾蔭權 或者這班民主黨大陸想欺騙 我告訴你 最終結果 他一定是吃其果 因為香港人實在太聰明 到關鍵時候 香港人自然會有辦法 弄到你雞毛鴨血 上次董建華已經是 董建華想到7月1日 竟然有幾五十萬人上街 有網友 不好意思 因為出現亂馬 所以我不知道你叫什麼 他說 中國人要搞民主 一定要見血才有用 你看看四川地震 死了人 才開放給人採訪 現在他問你 袁醫生 如果要賠上你的命 換取香港民主 你肯不肯 其實我不會這麼容易 無謂犧牲我自己的性命 如果你看到我的政綱 其實你也知道為什麼 我都要寫定遺囑 如果因為我犧牲了 而整個中國 整個地球可以更加好 我絕對覺得是值得的 我都活了差不多五十九歲 我家父都是九十九歲 前幾上星期過生 是無疾而終 我覺得他在上面 是繼續保佑我的 以為一個老人家 在香港 在看著 有什麼做得呢 我覺得在我 心目中 我心裡 覺得他真的走上去 是照顧著我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看看我的政綱 你要知道 我真的差不多 暴露很多 可以這樣說 是得罪很多人 但我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我從頭到尾的立場很清晰 我不是會為 然後要進去 而去做事 我有一份 非常之滿意的工 人工 收入又好 又非常之有滿足感 我醫治的人 是人家沒有人可以醫治的 我是有四科醫療的背景的人 其實我是一個很幸福的人 為什麼我可以做這件事呢 其實我的感覺就是 如果我既然是更幸福 為什麼不為世界做些事呢 好了 我希望大家就是 把重心等回我們的解決方案 我們花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 我撿了這份政綱出來 這個政綱可以大家在網上 betterhongkong.com 是中英文版本 都可以看得到的 還有這次你也看到 有一份報紙說 我有政綱34頁 好長好沉 大家香港人 你自己想去看看 你同不同意 我們這個政綱是很長好沉 是完全沒有價值的呢 你看看過去香港 這麼多政壇那些真真真執 沒有人會說一下 到底你有什麼具體方法 可以令香港更加好呢 你看回我的政綱 希望大家合手 每人都站出來一步 為香港做好些事 我曾經都提及 今年的參選的人 似乎很多都是在其他的黨派 或者民主派那裡 覺得是不滿意之下 走出來自己做的 我看到很多獨立的身份 我們也在最近的食物營養標籤法 我看到現象 這是當時一位朋友 反映給我聽的 他說香港的政黨真是很可憐 他們整個投票 是為黨的立場投票的 完全沒有看這件事 是應該怎麼投票的 我覺得香港將來的改變 至少在今次 我覺得香港人 應該多投一些獨立參選的人 我覺得香港的政黨已經夠了 我覺得如果我們香港這樣做 香港改變會更加好 香港那些其實不是政黨 那些是大些的助選團 然後呼憑引淚 這樣 沒有政綱 他們的政綱 每個人都說 口無口無 容貝姐 你說保守法一定是爭不了 大家都爭不了 又不是爭到什麼 爭不了又不會辭職 那沒事的 大家都爭 每個人都爭 每個人都寫到 其餘有什麼 有什麼立場 有什麼具體的方法 有什麼問題 有哪些事 你們反問 梅姐你們的黨 究竟有什麼 清楚立場都沒有 不要說 提出什麼解決方案 你說梅姐的黨員 有個消息 挺好笑的 他有一個本來 在香港某間大學 在教政治學 和國際關係的一個教授 他本來是做在這個黨裏 政策研究的事情 據悉 原來已經被人踢出了 那個權力核心 這樣 這麼可悲 他們原來裡面全部 現在自己有玩了 是不是鄭教授 不說誰 其實我不會排斥 所謂的政黨政治 有一件事就是 你跟黨投票 這件事 但問題是 你的黨 怎樣去投票 你有否一個清晰 怎樣去告訴你的選民 我是要怎樣去投票的 是 我覺得這件事 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說 他 最清晰的 而不是真的 你投票 譬如說 贊成和反對 你的立場是什麼 你可以很清楚 在報紙上 可以知道 或者在任何方法 可以知道你投票 你為什麼會投票呢 你不告訴我 我怎麼知道呢 其實我個人覺得 你說黨投票沒什麼問題 但問題是你真的要做這件事 將來我在立法會 我會做一件事 我經常都想大家了解 你不要指望任何一個人 進去 將你搞好香港 讓你享受的 如果你不參與的話 這個情況不會出現的 將來我有一個構思 我會這樣做的 我進去之後 我會將所有立法會裡面 正在討論的任何方案 我就會很清晰地 分析給大家知道的 還有我們會有一個建議的 其實我們希望大家 在那時候 大家參與 這個法律是怎樣去進行 大家要參與的 我會將 各人的投票資料 在我們Better Hong Kong裡面 公開給大家了解 你知道 下次應該投什麼人 這個我們叫做 Legislative Alert 就是立法會的特訊 讓大家可以透明地了解 和知道我們發生什麼事 我們下次 我們覺得是時候 我們的政綱其實 都34頁的半頁子 都寫得簡簡潔潔的 通常看見的人 都覺得答案在這裏 我們接下來 我們每個星期 我就會和大家 討論一下政綱 那方面 其實我有些什麼具體的事 可以做 不是只是 政綱裡面的理論上 我們會做些什麼 但其實我們有很多很具體的事 如果希望大家 首先 上網 看一看 或者來我們競選總部 銅鑼灣那裏 就可以拿一份這個政綱 大家看到之後 希望接下來幾個星期 和大家一起想一下 我們有些什麼方法 可以令到香港變得更加好 其實我相信 袁醫生今次參選 絕對不會好像 那些政黨 要不就不會報 告訴你 我做過些什麼 或者在一些政黨 告訴你 第幾多百次做些什麼 就是向你報告的 那我相信 我們都會相信 袁醫生 真的可以 真真正正的 為香港市民 然後真的會交代 他自己 起碼都交代自己做些什麼 好 多謝大家收聽 我們下個星期 是會繼續的 我們下個星期